我说请问一下就是 就是你的同学学是一月吃二十五天素 然后像这种和然后吃十天还是吃两天的这个有没有区别 吃十天和吃两天有没有区别是吧 实际上你讲老实话 每一次吃素至少你不吃一顿荤 不吃一顿荤的你就是多吃一顿素对不对 你少你少多吃一顿素的你就少吃一顿荤的 对你自己自身身体啊体制都有好处的 那第二对自己的慈悲心也有好处的对不对 你想想看这个慈悲心很重要的 经常吃素的人经常就想到我不能杀生的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慈悲心越多你不是跟菩萨离得越近吗 你跟菩萨离得越近你越求不越灵吗 对 那慈悲心不上不就慈悲吗 慈悲的人呢会杀生吗 会去吃那些东西吗 嗯 对 你看啊如果是就是说喜愿吃二十五天呢 就在吃两天 去二十五天他去除一十五吃素这样 他能有效果一样吗 二十五天吃素对不对 对他去除一十五这样 他去除一十五两天 当然出一二十天的话 当然比除一十五还要好了 你要你这个作秀啊 出一十五铺上来了 你就吃素了 你当了二十天你就实实在在地吃二十天素啊 对不对啊 嗯对